放暑假,我就准备带小云宝回湖南了 因为我会经常过来陪这些孩子 所以我决定把立川的房子装修起来 我在立川本身就有一套房,但是没有装修 这套房子的话,我决定了不卖,又留给孩子 所以早晚都要装修的 因为平时过来陪这些孩子的话 住在酒店,第一个不划算 第二个实在不方便 洗衣服做饭都不方便 平时小孩子想吃点什么,我也没地方做 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所以立川的房子,我就决定先把它装修起来 这两天我都在联系装修公司 我已经联系到了,也跟他们沟通过了 今天就约好去见一下设计师 然后把图纸啊方案还有价格全部落实一下 我换套衣服马上就去 哈哈哈哈,像我,像我的 我叫我叫我 你还要我 我叫我 你 欢迎订阅击 啊 嗯 13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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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近要装修是吧 嗯 我想就把它简装一下 简装一下是吧 是那个半包和全包 清楚 清楚 就是半包的话就是 里面就只做基础 对对我们半包的话就做基础 嗯 对 全包的话就是还包括了所有的主材 就你内心是准备全包还是半包啊 嗯 然后我想做全包 哦 那里面 那里面的话我建议是说 装其他地区的复杂的货帅 东西很多嘛 比如带个小孩子的话 装那个全包还是好一些 我们这里那个全包的话 就是半包 集装加上主材 就是等于全包 我们这里就这个模式啊 现在那个半包的话就跟你其他工作差不多 就是水电 木工还有气工还有瓦工 这五大工种 这五大工种相当于就是基础嘛 是吧 拆改的过程都包含 这个因为看最后设计 如果说设计的拆改比较多的话 那是那时候在你那时候看 但是这个基础过程基本上都差不多 不要怎么说 就是我们这个主材你可以看一下 这上面这个是主材 基础是按平方多少些个平方 对吧 对基础的话我们在按平方算得多 我就想剪装就好了 剪装是吧 剪装的话 就是说主材的话我们这里有 就是说有1000品牌的 有2000品牌的 像你这种剪装的话 就搞得反正2000品牌左右都差不多 反正我是性价比最高的 性价比高的 性价比高的 对性价比高 那样的话比较划算 大概像我这个装下来大概花多少钱 我们大概已经沟通过了 我们大概已经沟通过了 这个方案大概已经沟通过了 对吧 我就大致跟你算一下 对吧 对 对 对 跟刚刚的那个东西 好 也可能这个这个16万15万左右吧 因为我们现在报这个预算的话 我们是按那个面积大致算的话 主要就是怎么说来 对 合计方案 做多少位置啊 做多少东西是吧 那样算的 我们短时间算不出来嘛 就是预算大概是5万 对对对 预算大概在15万里外 如果详细的报级的话 我们就需要衡算这个供需量 就要多少平方呢 就要多少个平方呢 就要多少个平方呢 没想到 可能大概在16万左右 那我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然后再考虑一下 我也是想去快装 我们在这等车 啊 我要去那吧 哦 我打他 等他你来吗 啊 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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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要我这样报 这家装修公司 我昨天就沟通不了 昨天晚上 哈哈哈 我这两天我都在找这个装修了 呃这一家还可以全包 呃还有加那个基础 大概就是土完会成左右 然后我再回去 参考一下再等车 小鱼宝刚刚塞了一下 痛不痛 塞到哪里了塞到这里了对不对 所以不能乱动嘛对不对 啊